这几年和大家天南地北的看了很多别墅 按照形态有四面灵通带花园的独栋别墅 有像麻将牌一样的连牌别墅 还有种别墅一直没看 就是上下分割的上叠拼别墅 独乐乐不如双除乐乐 如你们所愿 我和药神小腾给大家来一波 今儿咱们就快来看看 给你的那个房子装修 找找启发 找点灵感 大家好 我是看得起豪宅带书 今儿为大家带来的豪宅 身处成都 是叠拼别墅的上叠 而且还是个pro版 建筑面积只有560个平方 四房 十厅 七位 基本上能住下药神 哈喽 艾叔 哈喽 我是看得起豪宅的小偷 今天跟你去看套别墅 没毛病 上车 那有天有地的上叠别墅 到底点什么样的 青凤 陆西园 咱们出发 今天播放量是100万 100万 三连吗 三连 三连了 三路到了 咱们先来个智能点亮 开灯 打开灯 玄关贵 平平无奇 但转过来就比有冬天 大风亭涵盖会客就餐烹饪三个功能 豪宅全屋都装配智能语音系统 比如说你智能唤醒这个灯 还有智能唤醒窗帘 智能唤醒电子壁炉 这都可以 只需要喊一句 亲爱的宝贝 就可以自动开关 沿着紫童丝网隔断向南 是幽形合围的会客区 连体沙发和卡西娜马毛沙发 对列两侧 C位是居中的装饰笔炉 在那坐着当年最喜欢听的就是那 霹霹塔拉的声 烧火的声 而这块就是一个水拔区 也是一个管家standby的地方 管家 我管家在哪 管家 来 东啸来一个 这次去哪儿穿穿 在巷里是偏听 适合那些小众的话题 你是要买一个爱妻 对 就可以在这里面聊聊 出来咱们到六人位餐厅 吴主位的椭圆餐桌旁 是历史餐边柜 餐盘酒居也可以放在这 西厨中岛 自己在家可以配些日常减餐 朋友来了可以拉近社交距离 里边的中厨中规中矩 全套厨垫是卡萨地 蒸着香 存着鲜 洗着镜 这是我大展身手的地方 楼梯上四楼 咱们先看主卧套簧 这里边有100多平方 历史隔断把卧房做了休息和起居的分区 现实版的就是这地方堆的全是衣服 窗帘开关也能智能换起 主卧衣帽间环绕式布局 局中岛柜方饰品 两侧玻璃静柜是叠放挂放的区 背后皮质衣柜收纳你穿搭的隐藏款 这个房子它会有很多的智能的隐蔽工程 比如这个衣帽间 它就会有横温横湿横氧 除菌 杀满 消毒的功能 主卫很透亮 还有贴心育后衣柜 杜维汉是豪宅标配 双台盆设计成背靠背 让落地窗前的淋浴 泡澡和阳光有了正向反馈 现场直播 就是需要拉手脸 算个人喜好就好了 拉不拉自己决定 另外朝北一间蓝色主题男孩房 一间粉嫩主题女孩房 都自带卫生间 而且连体阳台都能贯穿 楼梯上 电梯下去 电梯你好 你好 坐电梯下B1是个社交层 挑高够高 造型各异 沿着内置庭院一周 有比较正经的聊天区 有减繁混搭的就餐区 有品酒明茶的收藏区 有慵懒异形的电玩区 沉浸了 爱主已经沉浸了 不行不行不行 什么拍视频 不拍了 还有B2是个娱乐层 放过来 烧不了专业的包尖 连体酒柜可以无限超越 但我们只喝矿泉水 立体声音响可以撕心裂肺 但我们不想那么累 来都来了 那就给大家上个房子 吃饱喝足 咱们出去 拖拖气 房子里边重要 房子外边这些园林也都不能少了 尤其是冬天还得见绿 必须 这样心情才会爽朗 愉悦 对吧 绿色 再加上这个车的红色 这个是什么 劳味十足 小劳斯莱斯的意思 最新的第七代气息 你看那前面那个大的进气格衫 得离近来看 感受一下 品味一下 这个环形组合成一个环形光耀格衫 日间行程灯是 BMW和世华洛士奇合作的 水晶的一个日间行程灯 是不是很帅 相当凑合 来 相当凑合 这角度看 这样是不是更帅 爱说 对 这个被你嗅到了 又被你嗅到了 来 跟着我们看看车侧 这个车长达到5米39 其实我们两个人站在这都能感觉得到 对吧 看这个空间尺度 爱说 什么 对 然后它的轴距超过3米2 整个体量是非常大的 在行政级别里也是巨大的 就是你管它叫劳斯莱奇 也问题不大 然后再就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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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你嗅到了 这是超能力的一部分 好吗 帅气吗 这个车门它就自己打开 四个车门 包括驾驶员的位置 都可以打开的 到了晚上 它这个水墨绿洞迎宾光台 也会打出来 BMW的环抱式交互光带 很天然很漂亮 上车感受一下 来来 来了 翻门 哈哈 我先表演个魔术 我给你秀一下啊 坐起来感觉怎么样 就很稳 那是搭船似的 网友总是叫咱们要梦幻联众 双出狂喜 是不是 终于是来了这机会 我肯定不能找一辆 不行的车 这个相当凑 坐稳了吗 坐稳了 坐稳了 这也是爱奇的惊息 745牛米 前所未见的气息的数据 电动车 电动气息把它实现了 再加上4.7秒的加速程序 没事 没事没事 刹车刹得住 我能开得快 解刹得住 才是一辆标杆电动车 改了两点 哎呀 豪宅有很多东西是背后差距不到的 藏在墙里的那些隐蔽工程 对隐蔽工程 其实车也一样 我们能看到的眼花缭乱科技配置就是软装 对 但是那些硬核的东西是硬装 就像墙面里面的这些地暖 恒温恒湿恒氧等等这些 对 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体感就会很爽 电动车的想象力它可以很大 你会发现科技感其实是跟电动车相得异张的 它很呸 就一切很魔幻的东西 加上电动车你才会觉得它是为了 OK 房看完了 车也开完了 咱们大多数时间 要么是在固定的物理空间 要么是在移动的物理空间 唉叔 咱轻松点 这期不上价值 咱们说点实在的 行 这对戏是吧 小头你看完豪宅你有什么感觉 给点评一下吧 我是来借鉴的 对吧 因为对我的装修有帮助 我觉得科技感豪华感很重要 是新时代的年轻人需要的东西 也是这个时代需要的改变很重要 还有我觉得豪宅和车它不分家 很有CP感 所以咱们两个今天能在一起 车开完了IT什么感觉 首先感觉好像就得换车了 其次我觉得这车的外观给我还是挺震撼的 做到里边之后的那种科技感 给我的冲击也挺大的 很上头 对很上头 所以我们说开什么车住什么房 或者是开什么车看什么房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OK 这就是本期小腾大叔视频的全部内容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你身边的朋友 豪宅就这么回事 豪车就这么回事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 拜拜